现在比如说您要有一场演出呀 或者有一台晚会 郭老师会看吗 我有次是在上海 然后下午呢 我在那迷迷糊糊的 然后接一电话 然后我说哪位啊 我 我 我说您哪位 我 给我笑一笑 我说郭老师 然后我说那个 我刚刚的电视里听你唱 唱完了 哪点哪点怎么怎么样 哪点好哪点不好 哎呀我真是特别感动 这次最近我跟他打过一个电话 我就憋不住了 我就特别激动 他唱精细 对吧 对对对 我给你打电话了 对对对 最近啊 我说的就最近 我说你那真好唱的 我说你那个特别好唱的精细 然后最可笑的是 然后我说郭老师 我说我唱的是成派 成派啊 我可没听出来 我说完了哥 你那段他没有成派的枪 对对 对对 郭老师你蒙不了他 你知道吗 这个成派确确实实是 这个有很大程度上 和美声的发声方法很相似 对对对 他用气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很相似 有没有你可以跟老师一起唱的 唱两句吧 我觉得郭老师 以前呢 我怎么求他都不给我唱 我家的表书 我家表书 好好好 我家的表书 书不清没有大事 武当门 虽说是 虽说是亲眷又不想认 可他比亲眷还要亲 爹爹和奶奶 齐声将亲人这里的奥奥 妙奥 我也能猜出几分 他们和爹爹都一样 都有一颗明亮的心 天哪 这脑像九十多岁 关键姐 这颗红亮的心 郭老师 我有一颗明亮的心 太棒了 咱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对对 完全没有 我为什么这次 敢让郭老师唱了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 他在别人那儿 竟然唱黄河院 我说这怎么到 我们节目就不唱 我生气 那天是修芬 那个掺着您上去 郭老师说 我要是那什么话 你就唱两句 就是那样互补 然后我回来 我说 那个修芬 我没听你声 全是郭老师唱的 我也没机会唱 让我认 我就去掺着去了 太棒了 那个是临时 在两天以前 要演出的两天以前 那个谁 那个指挥 闫亮坤说 你唱 让我唱 本来是我准备了五个学生 其中包括修芬 那是最难的 那是最难的 他们就合伴奏 有一天最后还唱两天上的 我就 他来指挥的时候 我就陪着他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 后来他忽然 你们听过他唱没有 郭老师唱 他们说 没有听过 好 你唱 让我唱 他是指挥 我怎么都得唱 对呀 指挥 对不对 他说了钻呢 对吧 好吧 我就唱我硬着头皮唱 一点准备都没有 当然我下面辅导了学生 唱完之后 他们就不饶我了 这次就让你唱了 就不让他们唱了 这也是郭老师教学 为什么这么懂得 学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是 因为他是一个很棒的 特别优秀的 歌唱家 伟大的 女歌唱家 对 这个确实是 你知道吧 我们听这个黄河院 就是谁唱的 都不如郭老师 是 这个真是毋庸置疑 而且郭老师 真的不像这个年龄的人 不像 所以我就觉得 王静老师 你好有运气 对 碰到这么好的老师 郭老师 你担心那个 就他现在的 个人的问题吗 不担心 他的智商足够 他不糊涂 不糊涂 不糊涂 他很能干 你想 他还会画画 对 对 他呢 就惊喜还唱挺好 我都一惊 我说你真行 我就跟他说 你那很像 学得像了 而且学得到位 对 到家 对 你要学 别学个四不像 对不对 是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老师 很为你骄傲 对 老师说我等吧 老师一看的人 都看得很准 对 接下来我们一起合张影 让我们留下 红毛药酒 温暖时刻 太好了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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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